Hola 我是圆圆 圆圆君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一个月没见 我可想死你们了 这个月我都去干啥了呢 去了一趟东北 又去了一趟北京 帮忙演了个网剧的小角色 虽然戏份不多 而且熬了一宿 到我演那会儿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演啥 十分惭愧啊 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有了新的体验 感受了剧组的日常 过了把戏经营 后来呢 就是回家后吃错东西 折腾了一下肠胃 视频素材也就拖拖拖拖到现在 袁某人十分抱歉啊 看到有宝来催根 甚是欣慰 证明咱视频没白做 是吧 同意请把想你打在公屏上 经营 经营 废话少说 年会正式开始 上次说读评论可以问一些关于我的问题 你看 第一个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收入问题 袁袁你视频掐饭目前很少 怎样维持市场生活开销 这不巧了吗 这不 这也是俺爹妈最关心的事 衣食父母和亲生父母爱好很统一嘛 去年收入就够养活我自己了 今年致富了吗 别急 先说说涨粉KPI完成的怎么样 去年全平台是20万粉 今年呢 目前我主要是在这5个平台运营账号 除去公众号和微博 全网一共是54.9万粉 超额完成了去年定下的目标 掌声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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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只有B站自节系和油管 是有流量分成的 今年B站的创作激励不再显示一整年的收入 我这个是一个月一个月的按照提现记录来算的 我还得减去扣的税 哎妈呀 这给我累的 B站税前是29708.37 税后到手是25793.55元 自节系税后到手是26501.72元 两边总分成差不多 但自节系的播放量是B站的一半左右 由此可见 自节系的千次播放量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这跟去年的结论是一样的 油管的流量分成截至2021年11月 是4719美元 看着是真扬眼啊 但是他取不出来呀 而且他在11月就停了我的广告分成 原因就是他需要从美国寄来一个纸质的配码 去验证身份 我已经要求邮寄了N4 就是收不到 已经一年了 一直无法验证地址 所以流量分成被停了 哎 疫情期间就不能想想新的验证方法吗 醉了 有没有小伙伴给我支个招 爱你 摸摸哒 而且去年也跟大家说了 从20年9月到21年9月 我的油管一直是处于第三方托管状态 其实就是我把视频传上去 他们帮我编辑标题和简介 发布 评论都是我自己回的 所以9月之前的流量分成里 有一部分是他们的 合约到期呢我就没再续约了 现在账号是俺自己在弄 大家放心 说来也奇怪 托管期间呢就是一直都发展不起来 我还以为没希望了 结果合约快到期了 数据忽然有了起色 都说油管很难发展 所以能有这么多人订阅 我真的很惊喜 由于这个收入还不确定能不能拿到手 就不纳入总收入里了 什么时候拿到什么时候再算 大家请放心咱这收入 那都是老老实实交了税的 最后就是掐饭 这个确实是大头 激动吗 兴奋吗 今年的掐饭总收入是 去年的四倍 为啥不说具体数字呢 因为某些人呢会有意见 我去年公开时就被私信过 说我为了讨好观众不下线 bye 那我就注意一下吧 掐饭价值主要还是B站贡献的 后期我都尽量是保持一个月只有一个掐饭视频 就像宝宝们说的 我的掐饭次数真的已经很少了 如此一来过去一年我的月平均收入 已经快赶上我以前非的时候了 可喜可贺 但是咱没有无险一惊呢 在热心网友的提醒下 我今年已经开始给自己交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和社保了 在月省市上就可以操作 特别方便 就是每个月得交一千三 肉疼呢 想当初公司给交的时候还蛮不在乎 现在自己交还没有公积金 流泪 不过交社保真的很重要 裸辞后我就直接断了 大家千万别学我 现在好像是得从头开始交 不知道前面的算不算了 今年拍视频呢也花了不少钱 跑了全国八个地方拍20元的幸福 加上跨年的长白山严吉 一共就是九个地方了 路费是真贵啊 食宿观景这些也都是钱啊 细的琐碎的太多了 我也懒得再去算支出了 总之就是没少花 不过放心还是能存上点钱的 第二个就是 元元目前收入只有做up主一条途径吗 目前来说是的 期间呢也接过一些小的剪辑工作 但之后应该不会再考虑了 因为我的时间几乎都被账号运营所占满 很难再抽出时间做别的事 比如年初和年中分别有两家出版社找我 都是特别官方的出版社 想说我要不要出一本关于飞行期间的建文的书 嘿巧了吗 这不是 写书成为文字工作者 那就是我最大的梦想啊 刚开始我很有热情 把看世界系列前几篇的稿子整理出来了 发过去后他们开会讨论就觉得 毕竟是读物 如果只是把视频的稿子改一下 可能不太行 所以几乎就是要求我按照指制读者的需求 再重新创作 着重于与人接触的故事 那这可就不能是工作之余干的事了 必须得全心全意 心无旁骛的把这件事做好 我是没办法又拍视频又写书 对哪边都不尊重 而且出版社出书也得考虑市场啊 我的粉丝基础只能说还远远不够吧 所以我还是得先存点家底 再去考虑全职写书的事 虽然今年不仅能养活自己 还能供养家庭存下点钱 明年的拍摄资金是有了 但就像我去年跟大家说的 做全职博主 那就像是在刀尖上填血呀 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非常不稳定 万一哪天说错话做错事 那就直接嘎巴 失业 就算暂时安全 也不是每个月都有生意 像我这种目前不温不火的处境就很尴尬 就像有小伙伴问道 面对粉丝停滞 播放量瓶颈期怎么处理啊 人生压力如何排解啊 人生有没有最想放弃一切的时刻 后来又是如何度过的 这几个问题核心比较相似 我就一起回答 没错 其实我现在正处于粉丝量和播放量的瓶颈期 B站8月时就20万粉了 下半年4个月涨了3.8万 比起之前速度确实慢了些 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有涨就行 那21年我也没有播放量超过50万的视频 别说50万了 超40万的都没有 最好战绩是 为什么空姐不喜欢飞新加坡 38.6万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大家更喜欢看吐槽有噱头类的视频 所以千万别问我为啥空姐啥都不喜欢 我喜欢的用心爱的地方 大多数人不关心呢 但我还是会做的 放心 数据涨得慢我有压力吗 感奶油啦 影响人家掐饭啊 其实如果不影响商单 我也没啥压力 因为我人生追求的就是成为一个 终不溜 不是说我不想红 主要也是没那个运气和实力 成为一个认真做视频 常年有饭掐的腰部阿婆主 我就很满足了 既不会太多人关注 又能吃饱喝足 还能自由创作 被盯的都是别人 这不香吗 但是数据涨得太慢也不行 找来的品牌就会变少 你看我现在数据不报还挑产品 筛选后没有合适的 我就真的不接 比如这个月我就没接 所以接下来我会考虑一下内容的接地气度 不能光顾自嗨 快智人口才是可持续生存的法门 所以你说我是咋面对瓶颈期和压力的呢 我感觉我就是去直面它 分析它 想到方法就去实践 不让自己太过于沉浸在那种负面情绪里 比如某一期我真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也花了很多钱买制服什么的 结果一点都没报 当时真的是 推了一两天看剧吃东西 然后就振作继续做下一个视频 我觉得压力来的时候不一定非要第一时间去处理 可以先做点让自己轻松的事 缓解一下 让身体和精神都充好电了 再去解决效率会更高 我这个人就是永远记得我很喜欢的一部小说 飘里面一句非常老套的话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也是这句话伴我度过我人生最想放弃一切的时刻 没错啊 我有那一刻 2016年应该就是我目前人生里的至暗时刻 面临亲情爱情友情多重人际关系的崩塌 要不是有一份工作在 我就觉得我这个人价值全无了 朋友们 这说明什么 说明人就是要劳作的呀 感情可以失去 但砖不能不搬 咱要和社会有连接 有了连接啥都好说 这也是我鼓起勇气去参演网剧的理由 没想到真的认识了一群很有意思的人 在这里我要推荐一下 伴我度过最抑郁时刻的一个美剧 无耻之徒 Fiona那个角色我就代入感很深 甚至感觉我的遭遇 那就是低配版的她呀 当然了 她遇到的绝望比我可严重多了 但那种 我就是要活下去的精神 和我就要活出个样子给你们看看的那种不服 是真的有鼓励到我 答应我 不管有多难都千万不要放弃生命 人生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方向 不是只有我们想不通的那个死胡同 很多人想活着 他都没有那个机会了 也许今天真的糟糕透顶 但睁开眼的每一天都是值得珍惜的 我不喜欢筹划未来 也是因为我就想活好眼前的这一秒 这一刻 同志们 只要还有明天 就有全新的开始 最终我完全走出来 重新找回自我价值 就是辞职 开始创作这件事 所以有宝宝问 你还会再找其他工作吗 或者你还会再去飞吗 我觉得即使我不再做博主 我应该也会在自由职业这条路上 一条道走到黑 总之我相信我所掌握的技能 不至于让我饿死 第五类问题就是关于 未来视频方向和规划 首先我要声明 我绝对不是科普博主 最多就是砍大山 每次投稿 最犯难的就是选分区 勾知识区吧 我瑟瑟发抖 但别的区好像更不对 总之我的内容 更像是个人兴趣的探索 虽然我不太喜欢安排详细的规划 但整体的大方向还是有的 关于内容 我目前可持续的节目有 《圆眼看世界》 《20元的幸福》 《原油记》 《空乘大揭秘》 成绩小知识 后来新开了个航空骑士部 看世界奇闻异事 以及旅行美食 是我主要抓的方向 关于航空方面的节目 我也不会停止 很多人说 哎呀你辞职了 还有啥可说的呀 那可说的就太多了 我现在手头还压着很多 宝宝们强烈感兴趣的话题呢 而且不是我吹 我觉得吧 我在这个领域 做的还行 同意的扣1 就这么说吧 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航空业 那我就有的说 话题不会没有的 各位放心 但是为保证视频质量 我应该会放慢做视频的速度 每个月至少三更吧 因为我一个人工作量真的太大了 又请不起人 身体要紧了 然后还有宝宝问 我会不会做整活类视频啊 穿搭类视频啊 书啊电影推荐类视频啊 等等 哎 都有可能 只要你们不嫌弃我这个钢铁侄女的品位 咱都给安排 但应该只是偶尔穿插一些 如果你现在正在书荒 我推荐你看相约星期二 我之后可能会根据平台的调性不同 做一些内容上的调整 比如说小红书就多做一些种草啊攻略类的视频 蹲穿搭的 等我啊 关于商务 其实我现在最愁的就是商务这方面 我是个人博主 没公司没商务 生存还是很被动的 因为自从某些MCN坑博主的事情被曝光以后 他们又发明了新的方式 就是外包商务 不干涉博主创作 每个月帮你找商务合作 然后分成 我观察了一下 市场基本上都被啃光了 所以我也能感受到直接找到我的品牌方 是越来越少 基本上都是中介来跟我沟通 所以我也在思考新的生存方向 想化被动为主动 比如说我自己去挑选一些我觉得好用的东西 然后挂个链接啊什么的 还有不少人来找我做直播 咱就是说 不是不在考虑中 搞钱谁不想 你想我想 他也想 而且其中有一个做家居类带货的 就三番五次邀请我 很真诚 不过我都先婉拒了 松毅节目那些就更不必说了 辩论的和婚恋节目都吵过我 因为我确实心里还有很多想做的内容 还是想先踏实做好了 再去想别的 比如看世界系列就有很多内容还没做 有人问我 非这么多地方最喜欢哪里 国外来说 目前我最喜欢的是肯尼亚和新西兰 国内我比较喜欢 卢姑姑还有西藏 如果不高反就完美了 但你看我远远还没有做到这些地方呢 所以我这个人呢 就是目前来说 更注重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 但2022年 我会在商务方面寻求一些主动的改变 如果各位股东有什么好提议 欢迎献策啊 谢谢啦 整个关于做视频的疑问就汇报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些有的没的问题 我们想知道袁彦君的感情史 嗨 这一看就是新粉问的呀 嘿嘿 我本人呢 谈过两次恋爱 我真懊悔啊 我怎么能这么浪费时间呢 只谈过两次 生气 一次是初中时跟风 不投入 且只维持了两个月的恋爱 第二次是认认真真 且达到谈婚问嫁地步 维持了四年多的大学恋爱 分手过程也十分戏剧化 感兴趣的可以去翻看一下 失恋在破斯那期 让你们知道什么是逗逼的失恋 男人 一看啊 我踏入社会后 居然就没有再恋爱过 很奇怪啊 我也不知道为啥 其实我也没有刻意拒绝呀 也不恐婚 也不恐欲 还一直梦想自己能有个大胖闺女呢 很开心 前不久我家老三提前实现了这个梦想 她给咱生了个大胖侄女 嘿嘿 我现在可是她二姨 可稀罕咱家大宝贝儿了 哼哼 找对象的事儿吧 可能就是缘分未到呗 主要是我交际圈真的太窄了 算一算 我也单身六年了 伙计们 无奖尽猜 源源2022年能否脱单呢 诶 但我是真不着急啊 其实今年还真有人给我介绍过 就真的 不合适 如果你们感兴趣 我也可以来吐槽一下 也挺奇葩的 而且我好像还是注意力都在做视频上 没有时间也没有什么心思谈情说爱 总之就是帖子们 没合适的咱可不将就啊 搞钱要紧 背查员有很强的语言天赋 同时掌握好几门方言还可以切换自如 其实有一些我并没有掌握 只是模仿一下罢了 非要说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模仿能力比较强吧 因为语言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模仿 要么就是跟我家双语环境有关 从小就是在学校粤语 家里就是普通话 然后爸妈偶尔用老家话沟通 我妈的语言能力也挺强可能有一定遗传 然后想和圆圆面积 2022年有机会疫情不严重 且我手头比较富裕的话 咱们组织个线下见面 玩玩游戏交流一下什么的 大概率在广州 因为我今年应该会回广州 这个咱在意 想知道我当空解释 有没有被人当做人肉代购的经历 还真有 亲朋好友上带的 不是卖东西 这个可以开一期吐槽一下 还有挺多惊悚的事呢 想听职场趣事 比如什么难搞的黑名单啊 这些的 嗯 黑名单第二弹 想听的请抠个2 嘿嘿 黑名单那可太多了 万一考不上眼 把空城当备选就业 现实吗 疫情期间真的不太现实 因为目前各大行司的招聘都锐减 竞争力变大 且到手工资不太可观 非得少 转阵时间变长 就自己衡量 如果实在想去 也有面试就去呗 面试又不要钱 对吧 长点经验也是好的 十四 飞机上搭讪我的旅客成功了吗 一直好奇后续 有俩 一个是很绅士的小伙 奇怪的是 他加了我卫星后 就没再联系了 我也不知道为啥 可能是因为异地吧 他貌似是武汉人 非广州武汉莫斯科认识的 还有一个是澳洲的华人 在澳洲还约过饭 可能因为我休息没规律 然后也没有很热情对待人家 就不了了之了 真的不是我要求高啊 十五 可以聊聊做up的经验不 我之前也有聊过一些 可以看看这几期就能略懂一二了 广东空乘 遇到广东人能说广东话吗 当然没问题啦 如果你喜欢的话 学习人 学习人 没多的 只要够亲切能搞定旅客 无所谓说啥语言 当然只限能听懂人之间的沟通哈 做自媒体累还是打工累 现在的状态是我喜欢的吗 讲真身体上的累 差不多 我现在甚至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七 从早到晚都坐在电脑前面 大脑每一天都高速运转 心里要考虑的事会更多 网络是双刃剑嘛 但是做自媒体的累 我是乐在其中 因为是给自己打工 心甘情愿呢 只要自由 我就满意 飞机上有没有见过奇怪的事 UFO啊什么的 真的有 但UFO没有 因为我们只关注客舱内 很少有时间看外面 可能驾驶舱建的比较多 最不喜欢飞的机型和目的地 那必须是空客330啊 我不喜欢飞的地方那么多 你还不知道 白关注我了 读到这儿就喝口水休息一下吧 诶好嘞 好吧 这一期真的超长 把一个月的话都憋在一期说了 总之目前关于我最多人问的 20个问题我回答完了 年终福利 咱动态见 各位客观满意否啊 满意 记得一键三连做好准备 嘿 说你呢 瓜子准备好了没 小板凳都搬到前面来 咱年会表演马上开始了 整活 incoming message 下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 下一秒你在上海的梦里头 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下一秒我在玻璃落大雨 下一秒你在曼谷天气气 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导致十佳真机 变化莫测不风作音有几个被我等一天 男的真心情 听到海过我的愿命谁倾听 岁月为我大浪逃杀 而你被留下 我的世界流转变化 你却没事啥 啦啦啦啦 我亲爱的你呀 岁月带我情欲交下 耳地被浮华 我的心是纷乱复杂 你却能解码 啦啦啦啦 我亲爱的你呀 下一秒我在斑马线奔跑 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 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下一秒我在为谋事烦恼 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 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太聪明 握住流翻山越岭 有几个被我数星星 男的傻兮兮 深藏目楼一颗真心 谁懂你 岁月为我大浪套杀 耳地被留下 我的世界流转变化 你却没事啥 啦啦啦啦 我亲爱的你呀 岁月带我情欲交下 耳地被浮华 我的心是纷乱复杂 你却能解码 啦啦啦啦啦 我亲爱的你呀 幸福爱楼是你的最强 青丝莫非你不可 难形容的你也坚定的 你是我的美独者 在之时依然轻弱 些灵犀的彼此多感对 被命运舍下 重重关架 我依然潇洒 风唇仆步步 而你是我 治愈的方法 啦啦啦啦 我亲爱的你呀 我们并非单强 匹马世界那么大 风唇仆步步 我会画作 天边的晚霞 啦啦啦啦 我与你同在呀 啦啦啦啦 我与你同在呀 啦啦啦啦 我与你同在呀 谢谢你们关注我 提前祝大家新的一年 万事圣意 恭喜法朝 一起努力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